只要是我們電壓 它拉到很高 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它的空氣就變成導體 就跟天空的閃電一樣會打下來 就看到很漂亮的一個電弧 這電壓大概是3伏特左右 那升到這邊的電壓的時候 已經到40萬伏特到100萬伏特之間 最後一開始 第2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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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MadeOS拉致 終於又輪到我的時間了 那個老的沒有的終於不在了 超爽 看爽了是不是 這要幹嘛 我好像看到那種感應炮 不是這樣 閃電特效 有些真的用透明件 當一個閃電特效 但是有些人做的是實體 真的是閃電耶 這超帥的 那你會做嗎 當然不會啊 不過我請老師來教我 欸欸怎麼停電了 那你說的是這個嗎 對啊這超帥的耶 沒錯 我就是請了寶咖咖老師來教我 這個叫電虎 歡迎寶咖咖老師 嗨大家好 我是寶咖咖 今天這個 電虎也是 但是我們講帥一點就是講閃電 它為什麼會可以形成這樣子的效果 只要是我們電壓 它拉到很高 拉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的空氣就變成導體 就跟天空的閃電一樣會打下來 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一個電虎 那這個摸會怎樣 被電到 真的喔 那電很痛嗎 不會 其實它這個電呢 跟我們電文牌的那個摸到差不多 哦 成功耶 最後可以摸 沒有啊 不要亂摸 這個危險行為 對 我們會把低壓 把它升成高壓 然後經過這個高壓包 那這高壓包的電路呢 它電壓跟電流分兩個 電壓很高會產生電虎 然後電流很大就會燒 手就會痛 甚至會收起來 所以閃電摸會痛 電虎摸會碼 是這樣嗎 對 但是這個摸的話比較不會有危險 因為它的電流非常的小 哦 了解了解 對 所以它雖然有電到你的手 可是那個能量很低 但是盡量還是不要摸 所以它就是類似天空的那個閃電 它變成很低壓的那種感覺 很低的電流 電壓一樣高 但是電流很低 所以這是高電壓低電流 對對對 沒錯 所以就是算是很安全的 只要不要碰它 要知道它的原理 就OK了 我們今天就是要請寶寶寶寶老師 來教我們怎麼製作這個電腦 可以做得出來嗎 可以 可以哦 哇 好 那我們來期待怎麼做 好 那我就來做雕穴 因為這個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們就逆向工程把它拆下來 看裡面是怎麼做的 好 我以為有很多條耶 結果一個就一條就對了 對啊 因為它裡面的空間有限 所以我不會把電路放在裡面 電路會放在這個高壓包裡面 所以到時候呢 這就放在地台的下面 了解了解 那這個電就直接從這邊 延伸到地台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把這邊的電路 全部移到這邊了 了解 這邊就可以結上很多空間 因為你看這邊很薄嘛 對啊對啊 那這些高壓的電路 其實是很龐大的 哦 所以我們就要移起來 而且移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選擇的電線就很重要 要長線 對 這個線呢 它外面的絕圓皮是 鐵芙蓉的材質 鐵芙蓉跟一般的材質不一樣 因為一般的材質呢 它如果絕圓要夠好的話 就一定要有一個厚度 其實電線會很粗 那因為我們這是高壓 所以我們的絕圓要做到很好 但是這個空間又要很小 所以就必須要用鐵芙蓉電線 那所以這到底是什麼原理造成的 它其實就是從這個低壓 然後升壓成高壓的時候 然後經過電線 導到這裡來 那我這邊會焊接 像這種電子材料行賣的這種排針 或者是我這邊是用黃銅幫 都可以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導體 所以它這邊相近的時候 就會產生電骨 那因為我們有三對的電極 所以我們的高壓包呢 就是三顆 做一個升壓的一個動作 它這樣就可以用了 那電線跟這個排針呢 我們就是電線呢 利用焊接的方式 焊接在這個排針上面 那是用什麼焊接啊 就用這台烙鐵 溫度我們都是用大概多少 溫度可以設定300度 所以它升溫很快 拿起來的時候 它就直接升溫到300度 超快的 對 好 那這個探針跟電線怎麼連接呢 我們可以示範看看 焊接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準備烙鐵 那這一款呢 它是無線烙鐵 好處是 所以這邊桌上很亂的時候 才不會被電線卡住 都是充電嗎 對 它這個是充電底座跟控制溫度 都是充這個底座控制的 所以它是無線充電嗎 對 你焊接完之後 把它插回去 它就充電了 哇 它這裡面是超級電容 所以它充電速度其實是滿快的 所以你在閒置的時候 它就一直幫你充電 現在科技這麼屌 對 好方便 超屌的 所以我這樣拿起來的時候 你看它的溫度 就已經就 達到350度 所以它如果我們插回去 它也是一直都是350度 我插回去的時候 它會發現說我在充電 它溫度會慢慢降下來 哦 對 它會變成修眠的一個溫度 修眠的溫度 它大概是多少度 你可以自己設定 待機休眠都可以溫度設定 那我要用的時候 打開 它就開始升溫了 哦 這個烙鐵頭的溫度呢 就跟這個底座上面的溫度是一致的 你可以從底座的溫度上面 來確認我的烙鐵溫度到達了沒有 好 我們試一下溫度 哦 對 焊息已經溶起了 這代表說溫度是正常的 那我們要焊在這個 焊針上面呢 對 我們要烙鐵先放在焊針上 焊息靠近 焊息就黏在上面了 然後電線呢 一樣 通常電線剝完皮之後呢 我比較習慣的是 會讓電線 也加了一點焊息 那焊完焊息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焊在這個焊針上 靠近 離開 等一下它就凝固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插回去充電 那焊完之後呢 你看這個焊針跟電線 它就焊在一起了 就這麼簡單 哦 我有玩意了 哦 哦 好玩哦 哦 你會這個哦 我會哦 不好哦 我至少焊了10年 焊接完之後呢 我下面也會鑽一個洞 那這個洞呢 碳針就可以直接把它卡上去 那卡上去的時候 我這邊會多流出一個 孤出來的一個碳針 我背面這個再卡上去的時候 我這邊有磚孔 所以我這邊也做一個支點 這樣兩邊的話 轉過來 它就不會左右放 比較正 對 就比較直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組裝起來 先裝後面鍵 好那這邊呢 我就挖了一個洞 讓這些電線可以從這邊出來 然後選擇黑色的電線 會比較低調一點 好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組在一起了 好 這邊已經完成了 所以它有六個電極對吧 所以它就會有六條線 好那對應過來呢 連接到高壓包 就會有六條電線 這是什麼 這是連接器 因為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不確定說這個結果 或是它的電路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連接器是暫時連接的 那我們確認電路是沒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連接器拿掉 直接把它焊起來 焊接的時候就跟剛剛一樣 把它焊起來就好了 所以那個連接器就有點像 你在做夾足一樣 對 暫時先夾足 然後你確認完之後呢 因為這樣子很佔空間 我們直接就焊接把它焊起來 那這樣焊完之後 這不就外露了 那你需要一個結緣的東西嗎 需要 好我們現在KES的這條電線是用鐵風龍的電線 鐵風龍的電線好處是 因為它血緣好 而且它很薄 所以我們來裝在這個模組上面的時候 我們要長線比較容易 因為鐵風龍的電線 它的線比較細 而且比較軟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做完之後 電線都焊完了 那這個連接器 就可以全部把它取代掉了 那這樣是不是清爽多了 真的 接下來呢 這個就是連接到這個高壓的生壓器 這哪裡買得到 這電子財產行可以買得到 它是一個圓圈圈 它就是配一個電極 對 它就是一組 配它一對的電極 那所以它有三對電極嘛 對 那所以它就三組電壓的生壓器 好 那這個生壓器呢 它的功能就是把這個低壓 這電壓大概是三伏特左右 嗯 那升到這邊的電壓的時候 已經到四十萬伏特 到一百萬伏特之間 其實是很高的 百萬伏特都是這樣嗎 對 百萬伏特 真的是百萬 對 可是三支皮卡丘 三支皮卡丘 哦 但是我還有百萬電壓 那為什麼會是小的 因為它 因為它電壓很高 電流很小 我會被電到 就是因為電流經過 往往其實就像電竹一樣 所以是不是電流越高 我們才會被電死的那種就對了 對 但是電壓一定要高到一個程度 我們才會穿透人體 我剛剛要講一下那個電流的公式 V等於IR 哦 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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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聽這個 所以呢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生壓的部分 讓它可以產生電戶 那你要生壓 最前面需要什麼 就是要電源 那你可以接一個電池 那我這邊拿到的是一個 電源供應器 我們用電源供應器來供電 那這個好處呢 它就可以設定 它的一個電壓是多少 如果電壓越高 它的閃電就越多 電壓越少 那個閃電的速度就會慢一點 有好處 這要去哪裡買 超帥的 這個請到 刺蝟幫的官網 我們有賣 原來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啊 好 我去分小江老師申請 好那這個電源供應器呢 主要是輸出 可以調整它的電壓大小 跟電流大小 它還要再接一個電源 那我可以用行動電源來取代 或是你直接用電壓器也可以 電源這麼大顆 對啊 輸出比較大 那 充手機也可以 可以啊 這本來就是充手機 哦 隨手可得 好我們再走回來的話 就是電源經過它 電源供應器 就可以調整我的輸出的 電壓高或低 然後這邊輸出是低壓 它經過高壓的生壓器之後 就變高壓了 這裡就被高壓電了 對 這裡過來全部都是高壓電 所以這裡就建議不要亂摸了 對 就是在點亮的時候就不要摸 雖然不會致命 但是還是蠻痛的 對 我們要它的 漂亮效果 不是要真實效果 呵呵呵呵呵 啊所以是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事情 注意事項就是 這個電線啦 要用鐵佛龍的電線比較好 那第二就是 你在焊接完的時候 要用熱縮套管 或是電空腳部把它包起來 每天包起來的時候 你摸到你就會電到了 而且你兩個沒包 兩個放在一起會小怕點 對 你的閃電不會從這邊跑 會在這邊是嗎 呵呵呵 你看 我也會電 皮毛 厲害厲害 所以全部高壓這邊過來之後呢 你這邊的電線 就可以塞在你的護架裡面 就可以裝起來了 那這個就放在地台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我現在超興奮啊 我趕快去把它裝起來 OK 好 裝 好帥的啦 你知道是什麼姿勢嗎 什麼姿勢嗎 MG和惠的姿勢 他就是這樣 發射 你有沒有臨場感 我光這樣子我就知道他在幹什麼了 你有沒有看UC 你有沒有看 沒看 我剛才開下去那是阿拉 我的頭腦全都是他發射那一炮的那個畫面 超有那個感覺的 聽完今天的教學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只是要看這一集 之後照著電路走 照著這樣電路牽線 就好了 就 超帥的 對啊 集中火力 發射一炮 這個超帥 你有沒有想像 警察就得名了 所以阿 其實看起來很難 實際上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對啊 其實就簡單的 焊線 焊接完之後 拉個線過來 就完成啦 你的模型就可以變成 更有這種效果 對啊 只是可能就像 安全性 只要我們注意一下他的注意事項 我們盡量避開 其實他是很安全的東西 如果我想要有更多 製作電改的資訊 可以訂閱 寶卡卡他們的頻道 吃味幫頻道 對 那喜歡我們頻道可以持續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如果想要有更多製作電改的資訊 可以訂閱寶卡卡他們的頻道 嗯 吃味幫頻道 吃味幫 呵呵 吃味幫頻道 喜歡我們頻道可以 按讚 啊 好 如果喜歡 喜歡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可以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哇 所以這顆真的是很關鍵 對啊 這個其實吼 這個是行動電源 或是變壓器 那他輸出的電壓是固定的 但是我今天我想要調整 一點點很細緻的電壓 或是電流的話 就控制他這個閃電 怎麼調整呢 需要靠這台電源供應器 這是控制能量的東西 打開是這樣子 阿子在幹嘛 紅色啊 一直有在那邊 沒有錯 AAD購物台 又回來啦 阿今天要賣什麼 這是我們的新品 A2 折疊切割墊 它可以這樣 折疊起來 它折起來就變A3 如果你今天想用A3就用A3 想用A2你就把它拆開 超大 而且我跟你講 你用A2的話 你看這樣折起來 不是變成一個軌道嗎 你就這樣子 折起來 然後往垃圾 然後移動 直接把殘口倒掉 對啊 方便 A2折疊切割墊有出兩種款式 一種是折起來是呈現白色狀態 一個是折起來呈現黑色 依照喜好自行選購 再來最重要的價格就是 這個原價420 我們現在出回預購是 特價360 360就可以獲得一個超大的A2切割墊 記得喔 優惠值到12月4號 喜歡超大切割墊的朋友 趕快手刀跑起來預購啦 到哪兒 再打開 就可以了 多久 又一週 來 都已經寄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我們來 二字省